这架飞机当初火力军看到以后第一感觉就是这能飞 好吧隔壁还有一个更不容易飞的B2轰炸机 反正不管怎么说火力军第一次看到F117的时候 这些个愣角可是把我惊讶到了 咱这人也不是没见过七型怪状的飞机 胖的瘦的高的低的也算是月偏无数了 但不过F117还是引起了火力军的注意 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隐身战机 并且还是一个非常短命的隐身战机 要知道F22现在都在进行升级 计划服役到2060年 而这个才服役120年就被美军扔进博物馆了 未免让人觉得唏嘘 1999年在意大利中部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 一架造型怪异的三角战机滑向跑道 拖着一道长长的尾焰飞向夜空 没过多久就消失在夜幕中 最初国际空管还能在雷达上看到这架战机 但很快它就消失了 地面也只能通过无线电确认位置 没错 它就是世界上第一款隐身战机F117夜莺 它今天的任务 就是潜入一千公里外的南斯拉夫联盟首都布尔格莱德 定点清除几个重要军事目标 执行任务的正是拥有多次实战经验的美国空军少校戴尔 飞行一个小时之后 少校到了目标上空 像往常一样 F117携带的两枚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 从弹仓划出精准命中目标 正当少校满心欢喜胜利而归之时 F117的雷达警报突然响起来 有两枚导弹以三马赫的速度从远处飞来 如同黑夜死神一般冲向F117 少校立马操纵飞机规避 但F117却略显持盾 明显比不上导弹追击而来的速度 在规避了第一枚导弹之后 第二枚导弹在飞机左翼炸开 飞机随即下坠 少校也跳散了 几个小时后 南联盟国家电视台宣布 我们这次获得了巨大胜利 击落了世界第一架隐身战机F117 消息一出震惊了全世界 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 一架几乎不存在看不到的战机被击落了 各种阴谋论也随之而来 南联盟那天直接发射上百枚导弹 虾猫碰到死耗子刚好击中了F117 比如俄罗斯秘密出手打掉了F117 只是为了给苏联报仇而已 等等等等 这一切的猜测都是因为当时的世界 对这件事感到难以置信 而这一切都陷入了一层迷雾之中 20世纪80年代 生活在美国内华达州沙漠附近的民众 经常看到这样的异象出现 一个神秘的三角形黑影神出鬼没 或者是突然悬浮在空中闪烁着灯光 每天晚上好像都有一个神秘物体 从上空观察自己 甚至已经怀疑神秘的外星生物 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 目睹这些怪异现象的民众纷纷报警 但无论如何追问 当地警方都无法给出一个详细的回复 每当警察中刚入职的新人 试图调查这种现象的时候 总会接到来自上级的命令 不该碰的不要碰 当然出现在这里的怪物不是外星人造访地区 也不是世界未解之谜 更不是超自然现象 而是美国空军正在秘密实验的隐形战机F117 而这项计划的初衷来源于 国防部70年代的一个想法 如果美苏爆发战争 可以不看有一款飞机 能够躲避苏联雷达 突袭苏联防空系统 为空军大部队打开通道 让美军指导莫斯科 其中的背景是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危机 咄咄逼人的苏联 隐隐有超越美国的趋势 F117在1973年立项 1977年 洛克希德公司获得了关于 低可侦测性飞机的合约 包括建造两架能够进行飞机的原型机 一个用来测试飞机性能 另一个用来测试对雷达信号的反应 这两架飞机名为雍兰 为了节省空间 雍兰采用了两具后燃器的通用动力 General Airtrack J85喷射引擎 主轮移自至费查尔德的A10 线船飞控系统则摘自F16 F117首飞于1977年 从计划开始到首飞只用了31个月 洛克希德公司在合约开始几个月后 便在臭幼工厂建造出第一架原型机 完全没有圆弧的表面 整个机体全部用平面构成 尽显一种几何的美 事实上 第一架原型机与F117极为相似 外观上较为不同的是 比F117小 而且机体表面上 也没有涂上可吸收雷达波的特殊涂层 毕竟第一架原型机 只是为了测试飞行性能 所以也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飞行测试积极成果 这还是得益于 线船飞控系统很好 就算没有涂上吸收雷达波的特殊涂层 但空中预警机与地空导弹 也只有在极为靠近的距离才能侦测到 而且侦测到也无法锁定它 最终得到的测试结果就是 首架原型机在机首正对雷达的时候 拥有最小的雷达反射面积 也就是说正对雷达 是这架战机最佳战斗方式 两架原型机虽然都因为重落地 以及发动机 液压系统线路失火意外坠毁了 但实验成功了 这种几何型机体设计 证明了可以躲避雷达侦测 并且还能进行稳定飞行 慵懒的成功 促使了F117的诞生 F117拥有着与F15C 英式战机相似尺寸 采用单座双发设计 装了两具F404 无厚燃系型涡轮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并配备了四重线传飞控系统 并且F117还可以进行空中加油 为了节省成本 同时也为了保密 F117的电子设备 自动控制系统 以及其他一部分装备 基本都是来源于F16 F18及F15E 这些零部件 以备件名义出现在预算上 不过为了隐身性能 F117付出的代价可不小 直接牺牲了30%的引擎性能 并且采用了一对高展线比的机翼 由于需要两侧折射雷达波 F117还采用了很高的后掠角的后掠翼 甚至为了降低电磁波的发射 与雷达截面级 F117连雷达都不要了 导航全靠GPS与高准确性的 惯性导航装置组成 我立军觉得 这不就是导弹吗 赛人导弹 F117装备了一套整合精密导引 和攻击系统的数位化飞航控制装置 自动任务规划系统 可以协调所有的攻击任务 计划出攻击路线 而且自动执行 目标可以借助红外线影像仪确认 并利用激光测量距离 与标注激光制导炸弹的目标 F117夜鹰战机内部的两个武器舱 能够携带5000磅左右的载荷 一般都是携带成队的 GBO10GBO12或GBO27 激光导引炸弹 也能携带两枚封偏修正弹药散布器 两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或者借助GPS与惯性制导导引的 远距遥控炸弹 理论上来说 美国空军军火库中有的 F117不挑神都能携带 包括B61战术核武器 以及空空导弹 让F117在制行空地任务的时候 还能顺便进行空对空战斗 当然也有少数的炸弹 因为个头太大 或是系统不相容 无法携带 对于这款能够躲避雷达的战机 臭幼工厂的设计思路 就是尽可能的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级 通俗一点来说 这样的飞机在最先进的雷达上 不到一只鸟大小 可以被忽略 不过当时技术不够呀 所以设计出来的战机外形 异常奇怪 像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同时也自带一系列的缺陷 机动性差 虽然能够携带空空导弹进行空战 但无法进行近距离格斗 起飞再重低 只能搭载两枚不超过5000磅的炸弹 速度慢 没办法进行超音速巡航等 不过美国军方可不是这样想 能隐身就行了 隐身过去一通乱炸 其他的还是缺点吗 最后美军以4260万美元的价格采购了59架F117夜营 接下来的实战也证明了 这架战机虽然缺陷不少 但可以完美完成任务 1989年 两架F117在巴拿马战争中 趁着夜色悄悄摸进巴拿马 轰炸之后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巴拿马军队的雷达丝毫没有发现 1991年海湾战争中 美军出动了1300架次的F117夜营战机 摧毁了1600辆坦克以及许多重要军事基地 占据全部战略目标的40% 而伊拉克的防空系统仿佛失明了一样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在当时 F117就是一个神 无人可以打破的神 直到这一年 1999年 美国空袭南联盟 飞行员们相信 自己可以驾驶着F117夜营潜入任何一个战场 在完成任务后安然无恙地返回 8月的那一天 美军一次性出动了8架F117 分别突袭南联盟的8个军事目标 而这里面只有那位被击落的少校有实战经验 所以由他负责难度最大的任务 由于当夜 意大利多地出现雷暴天气 原本与F117协同作战的电子干扰机 战斗机等没能起飞 也没多想 这位少校独自跨进了机舱 而他的终结者 南联盟250防空导弹旅的丹尼上校 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三天 丹尼上校也知道了 使用六七十年代苏制武器的南斯拉夫军队 完全不是装备最高科技武器的美军对手 南联盟的战机只要起飞 就会被美军击落 地面防空导弹部队的雷达只要开机 就会被美军侦察机与微星锁定 迎接的只有被导弹与炸弹击毁的命运 也正因为这种碾压优势 美军飞行员越来越麻痹大意 他们甚至在飞行时经常使用固定路线 不遵守无线电静默的规定 甚至名语通话 而这一点已经被南联盟情报人员所掌握 丹尼上校给属下的命令就是 关闭导弹雷达 每小时开机两次 每次开机时间不得超过二十秒 搜索之后立刻关机 并立刻转移部队位置 当然弹尼上校并不知道 F117的最大弱点是 当弹舱打开投掷炸弹时 整个机体的反射面积会显著放大 有可能会被地面雷达捕捉到 那夜250旅的雷达已经进行了两次扫描 但空中连个鬼影都没有 这时候弹尼上校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要求进行第三次扫描 而第三次扫描 前19秒仍是一个鬼影不见 危险正在增加 第二十秒按规定要求应该关机了 丹尼上校却要求继续扫描 而幸运女神这次站在了不守规矩的这一边 第二十一秒 雷达上出现了一个红点 这一秒正是F117投下炸弹的那一刻 雷达兵报告 发现目标距离13公里 高度8000米 正好在南联盟军队配备的 苏质萨姆3导弹30公里的射程范围内 丹尼上校命令 发射 随即 两枚萨姆3导弹从发射车上点火升空 几十秒后天空出现了一个火球 随即是剧烈的爆炸声 火球开始迅速向下坠落 进入F117是南联盟在这场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喜悦时刻 当晚南联盟出动了近2000名士兵 地毯式搜索美军飞行员的踪迹 希望能够抓住他 而美军少校落地后掩埋了降落伞 躲在了附近农田的排水区中 并呼叫美军支援 而南联盟的直升机正在头顶盘旋 在得知F117坠机的消息后 美国空军司令部出动了30名特战队员 三架直升机 五架A10攻击机潜入贝尔格莱德 营救飞行员 八个小时美军少校安全返回意大利 重回战场的他很快发现 自己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驾驶飞机时经常思绪错乱 难以稳定情绪 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被击落的隐身战机飞行员 这个头衔永久属于他了 2005年 美国空军开始谋划关于F117退役的计划 最大的目的是省钱 F117的退场有很多早已注定 为了极致的隐身舍弃了太多东西 功能非常单一 并且作为初代实战化的隐身战机 很多技术已经落后 维护成本还特别高 从F117身上学到的经验与吸取的教训 也让洛克希德生产出下一代 全球领先的隐身战机 F222与F35 F11与这俩相比 更像是大哥大与iPhone 13 Pro Max 所以F117的退场是很正常的 并且非常符合时代背景 因为美国最大的对手苏联 就在F117在沙漠风暴性的 大放异彩后不久 Game Over了 整个北约防务压力骤减 没对手了 美国也就开始大刀阔斧地 看国防预算 F117自然在这里面 说白了 鸟进工藏 兔死狗烹 再加上它老了 机动性差 再喝低 同时F117的单价高达1.3亿美元 这还是上世纪的价格 而当时一价F14才3000万美元 最后一点 F117虽然独一无二 但并非不可取代 随着F222 F35 B2等机型的出现 F117的存在也变得可有可无 美国又不傻 还养着它干啥 缺钱是F117退役的根本原因 但F117技术性的因素 也是它退役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由于洛克希德的臭用工作 是长期致力于 减少飞机RCS的技术研究 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所以美国以每年 1亿1000万美元的资金 和他们签了合同 这个项目最终也进化出 F117夜莹这款成品 但是上世纪70年代 计算机的能力太差 只能计算电磁波对平面的反射影响 所以产生了F117这种独有的外形 随着超级计算机的开发 针对曲面反射率的计算水平突飞猛进 所以F22这种隐身战机造型 看着正常多了 F117为了隐身而设计成那种酷炫的外形 就意味着要牺牲机动 速度 甚至载弹量 不说英式战斗机那种炸弹卡车 隔壁魁蛇的载荷都比你强的多 并且F117在美军机动队中 已经没有合适的战术定位了 那么退出现役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而且还非常合理 起初美军决定2011年开始退役F117 但这架飞机的特性注定了 维护费用不比飞隐身战机低 所以还是赶紧退役吧 2005年发布的国防预算中 直接把F117退役的时间提前到了2007年 计划分两批退役 同时F117作为一款跨时代战机 在退役之后也享受到了应有的礼遇 美军其他军用战机退役非常的常规操作 就是直接丢到亚利桑那州的飞机坟场 也就是309航空飞行器维护再生基地 但是F117退役后 却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就是Tampar AFB 这是夜莺梦开始的地方 也是他的家 所以在退役之后 F117算是正式结束军旅生涯了 但这10年来 F117夜莺可是一直退而不休 经常有人在美军基地附近拍到他的身影 据说是模拟对手隐身战机 从2019年开始 F117就已经不断现身了 2022年甚至还出现在美国海军航空站 参与海军对抗活动 F117是作为假想敌参与其中 另外 F117还多次出现在内华达州内里斯空军基地附近 参与了与美国空军联合训练 中种迹象表明 F117的运用是越来越多 美国无论空军和海军都想有假想敌中队 会使用和假想敌相似的战机 甚至会换装相似的涂装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美军不断使用F117进行空战对抗 就是为了模拟中俄隐身战机 美国原本在隐身技术领域是具有垄断地位的 而当美国之外的国家拥有隐身战机之后 美国就必须要为雨筹谋 掌握对付隐身战机的技术 不仅利用F117战斗机来进行巡航 而且还组建了使用E35闪电2战斗机的假想中队 一般国家自己用的不够 美国这边直接组成中队来验证 美军对于战术的研究是非常相当透彻的 除了动用隐身战斗机来进行对抗之外 还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对手的武器进行研究 之前就有媒体披露 美军从利比亚获得了俄罗斯的铠甲S1弹炮核一系统 美军还从第三方获得了苏-27战斗机和米格-29战斗机等 此外还有在乌克兰送给美国主战坦克研究之用 为了应对未来的威胁 为了提高军队的实力 美军一直在进行疯狂的战术研究 而这也正是美军强大的原因 老兵不死 F117复飞 或许在未来的战场上 我们还能见到F117的身影 你们觉得F117还有机会现身现场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